国民党桃园市党部 今天出现了尴尬场景 因为公布桃园市长参选人的民调结果 立委陈学胜以平均支持度排名第一来胜出 将代表国民党参战2018年桃园市长的选举 不过落败的杨丽环却质疑民调结果有问题 无法接受还愤而离席 怎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我在拜票的时候 民众对我的肯定跟反应是完全 完全跟这数字是不相符的 我不相信这样的民调 重做好了 不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监听 没有话讲 我们监听明明两家我们都是赢的 只有一家跟他们差不多平手 怎么会这么大的差距 我觉得不相信 杨丽环表示自己派出的监听工作人员 听到的民调都是由他自己胜出 因此无法接受党部公布的资料 而陈薛胜则表示国民党没有分裂本钱 如果杨丽环坚持要重做 他愿意配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